其实孩子呢 三岁的时候就开始养成阅读习惯 可是这时候他有什么问题 他的语言开始丰富了 要养成阅读 他有什么问题 他不认识字 一定要大人讲给他听 可是我们现在的大人怎样 too busy 太忙 不是 是too lazy 太懒 所以就没人讲给他听 他就会错过这个打底的黄金期 就会过了 好 我们现在面对电子的书的来临 电子比纸本有什么好处 它有声音 它可以动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台阅读器 把我们所有的绘本都做成什么 动画 然后这时候再配上最好的音乐 美术 然后呢 再有好的人讲故事 孩子就可以自己听故事 所以呢 而且他可以同时听中文 英文的 所以以中文为母语的孩子 他可以听最好的英文 他不用听学校那个烂英文 老师的烂英文 有些老师看起来虽然是洋人 可是他可能是俄国人 还有呢 英文为母语的孩子可以怎样 学中文 他可以听到最好的中文 好 最重要的是 我们把一个机构放进去 就是呢 父母可以把自己的声音录进去 让孩子怎样 可以 播出来以后就像父母在讲故事 那所有的小朋友都是怎样 只要父母有录过这个故事 他就一定怎样 先听父母录过的 这就是孩子需要的不是阅读而已 是什么 爱 我们为什么怀念台湾 出国的时候 怀念台湾什么 小吃 因为我们的阿嬷 我们的妈妈 对我们好 就是给我们一个什么 煮一个东西给我们吃 我们不会在法国包里 拿起一本书来说 这就是我妈妈每天念给我听的小王子 然后眼泪流下来 我们的乡愁停留在口腔旗 所以你如果爱跟阅读 可以紧密结合的时候 这个力量就很大 我们自己碰到一个真实的案例 有一天有个客人拿着这个大雄机来 要我们把里面的声音抽出来做备份 为什么 因为他的弟弟就是这个爸爸 给他的女儿买了很多 买了这个大雄机 然后录了很多故事 可是这个爸爸不信怎样 车祸过世了 可是他现在 还是可以给每天 给女儿讲故事 这个才叫 英容晚载 他怕机器万一坏掉 声音就跑掉 所以我们抽出来给他做备份 声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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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